近日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河北举行 本届华媒论坛又迎来新面孔 不远万里赶赴盛会 这些海外华文媒体代表满心欢喜 期待多多取经交流 共谋发展 1991年出生的朱家磊是巴基斯坦华商报总编辑 他认为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有别于其他论坛 具有国际性 包容性 此次前来 他希望能够与前辈们进行合作交流 探讨共勉 我们复刊后 同时开写了我们的英文杂志 现在有中文中报和英文杂志 明年吧 明年我们的网站也即将上线 现在就是在走向全媒体举阵的路上 当然来到这次论坛的有许多许多这样拥有丰富经验的老师 然后他们因为在海外发展多年 拥有丰富的经验 所以说我说这次来是学习的 除了来学习的年轻人 论坛的新面孔中也有在媒体圈摸爬滚打多年的资深媒体人 他们互相交流在海外办报的经验 分享取经 并对中国各地进行实地参访 真切感受70年来阻击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资深媒体人邱光盛是首次来到华媒论坛 他经营的泰国世界日报 目前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 当然其实现在办报纸不能指引报纸了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网络新闻 也有微信 微博 脸书等等都有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 那因为现在其实办媒体不是那么容易 国内这些年网络各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发达 一定是有很多可以借进的地方 所以对这个论坛 我的期待是说 也许有那么几百几百口子人在这边 可以撞击出一些新来地儿 为这个媒体将能够更大放光彩 今年56岁的陈文通是苏里南共和国 中华日报副社长 他告诉记者 是华媒论坛 让他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通过这个平台 他不仅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同行伙伴 还实地探访 感受中国的扶贫事业的蓬勃发展 我是第一次来的 我这次过来参访了贵州那边三天 通过这几十年来 在一个青山老林里面 那些少市民主 他们已经在政府的帮事下 已经过上小区的生活水平 我们会把这里的东西 强色如此地翻演 给我们国外的朋友 还有我们在国外的发展 通过我们的媒体传播出去 讲好我们中国发展的故事 这我感觉上这是我们的应用和使命 不论是90后的创业新兵 还是年近花甲的媒体人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将这些全球华文媒体从业者聚集起来 联谊交流 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华文化 搭建了一个连通中外的桥梁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